是吃了看着姐姐过来了 我姐姐抢她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润碎止咳的茶 咳嗽啊或者是呼吸道这儿不舒服 那就喝这个 这样就是睡觉也睡得好 说睡觉的那晚上 我们家的小姑娅 晚上凌晨三点钟 哇一下大哭 就是为什么哭呢 是不是要喝奶奶呢 还不是 因为她白天第一次吃了那个海苔 她这个很好吃 她三点钟哇醒了以后 抬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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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今天早上带人家去超市买了那个海苔 开始慢慢吃 吃吃看着姐姐过来了 看姐姐抢她的 吃到她的身上这个最好吃的东西 好了给你们介绍这个 润废止咳的茶吧 一个梨 萝卜 岛 橙皮 狗鸡 这个橙皮真的很好 现在经常喝橙皮茶 非常非常麻烦 你们要仔细拼好了 就是把这几样东西 放到里面一起煮 就完蛋了 当然要洗啊要切啊 不要从超市买来就直接切 现在我要开始切它咯 现在萝卜切了就行了 那小不要很严重 那小不要搅拌 现在讲切萝卜切了 不切这些都要下来 把梨子这样切了 我都不要 但是把皮留着 现在这里面放了萝卜 米枣 现在弄到一起煮 煮大概20来分钟 然后里面放水 好煮了大概20分钟左右了 我继续把枸杞和皮放进去 再煮个5分钟左右吧 放着一会就可以了 咖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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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 筋肺直河茶 我可以了 筋肺直河茶 当然孩子都可以喝哟 我开始拍拍有一很浓的loc的 萝卜味 蘿卜味 真的没有 因为她怡的味道 萝卜的味道盖住 喝起来就很清爽感觉 嗯 嗯 如果你现在有一点咳嗽 然后觉得肺部不太舒服 就可能有点尝试尝试 或者是你现在有一点生气的话 因为处的过程中 你就想着要怎么弄这些东西 让人往上的表声机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